全油管最快新闻 南方客户端报道 广州白云区中若潭镇发生强龙卷风 造成人员伤亡建筑倒塌 通讯电力设施损坏等灾情 白云区相关部门通报节至当晚20.20 灾情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和时中 广州市应紧急制定灾后救援方案 加强资源整合 全力保障受灾群中的生命财产安全 希望受灾群众尽快获得救援和帮助 重建家人 愿灾情尽快平息 城市重现和谐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